一位黑大佬在泰国出狱 却在香港引起轰动 黑白两道都盯着死人 他们知道 这个家伙出来 整个江湖又要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他叫叶秋 曾是香港黑帮叱咤风云的人物 八年前 他单枪匹马去泰国 找外号博士的军火大王谈生意 到达目的地 叶秋只找到一个女人 原来博士不久前遭仇人暗杀 现在由他的妻子继承一部 女人拿出手枪样品给叶秋介绍 这时突然杀出一批刺客 叶秋带着博士逃出房间 来到大街 叶秋逃出砍刀大战数名杀手 凭借凶狠刀法 他立批数名敌人 当他准备砍翻最后一人时 天空突然降下一道闪电 正好劈在叶秋手上 手中砍刀落下 叶秋一脸诧异 在这一刻 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警笛声响起 博士叫他赶紧上车 叶秋没有反应 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告诉他不能走 之后 叶秋因勿杀罪被判八年 在这期间 他将好友送来的书籍全部看完 书本类型各异 由蒋道义的水火传 讲人性的世界名字 讲座善人的理论集 阅读完这些作品 叶秋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他的性格也悄然发生转变 八年时间过去 叶秋迎来初遇 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轰动 警局为了警贴叶秋 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为了就是时刻盯着叶秋 以免对方犯事 调查组由性格担任领头 此人性格刚壮不厄 极具正义感 最恨的就是叶秋这种黑势力 而此时香港不仅警方紧罗秘国 有几人也因叶秋的出狱开始行动 他们皆是叶秋败过把子的好友 分别是律师志林 摊犯大壮和花店伙计要详 还有杂志老板明辉 明天大日子去东关你妈那住户 没我电话别回来 他回来了 你们真的是这么好朋友 不是朋友 是兄弟 出狱后的叶秋没有急着回香港 而是来到一泰国佛山 他来此地是为了替雨中好友怀孕 走之前叶秋看到一堆物品 寺庙的人告诉叶秋物品的来历 叶秋挑中其中一块手表 回头正想问工作人员之时 对方早已不见 第二天 叶秋回香港之前找到博士 他想向对方借几千万现金 博士因八年前被叶秋所救 两人早已成了好友 叶秋在泰国监狱 也经常受到博士照顾 之前对博士来说是个小数目 他当即答应下来 借到了钱 叶秋坐飞机回香港 机场内信格等人早已等候多时 为的就是第一时间 找叶秋回警局谈话 不想叶秋没走正常出口 而是去得特别通道 原来 他早已猜到警方想法 特地让好友志林想办法 帮他买了一个泰国领事的身份回港 信格带手下从机场货面包抄 终于拦下叶秋的车子 奈何对方身份特殊 他没有资格扣留 信格拜托志林帮个郎 得到应许后 他一人来到叶秋面前说道 叶先生很破费嘛 回来一趟花这么多钱买个荣誉领事 摆脱警方后 叶秋和志林来到一游轮 众位好友齐聚一堂 叶秋向兄弟们 说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目标 他又喜心革面做一个好人 一个能够帮助民众的善人 这话如果是从几年前的叶秋口中说出 兄弟们肯定会嘲笑他 但现在不会 毕竟他们几兄弟从小玩到大 一个眼神就能各自领会 叶秋说这话时的眼中满是坚毅 好友们知道这次他是认真的 为帮叶秋实现这个梦想 众兄弟开始拿出各自领域的本事 其中志林能力最强 利用叶秋从博士手里借的几千万 他很快拉到投资 并创立了以叶秋为名的公司 接着 叶秋注册了很多慈善项目 他的公司在志林管理之下迅速升职 短短时间 叶秋就成了商界大脑 接下来 就出现了令香港警民诧异的一幕 喜江湖大脑摇身一变 成了在公园散发红包的慈善家 看着电视上的叶秋 不止信哥等人疑惑 连他的昔日同门也看上了眼 龙叔曾是叶秋大哥 如今是社团龙头 现在黑帮没落 社团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龙叔以为叶秋出来会第一时间来找他 两人在和以往一样打天下 让社团重回昔日风光 没想到叶秋出狱后 连个招呼都不来打 龙叔感到很失望 既然叶秋不来找他 龙叔只好亲自去会议 利用江湖关系 龙叔打听到了叶秋的出行 两位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终于相见 叶秋之所以不见龙叔 是因为自己入狱八年 龙叔竟没来探过以此间 相比起自己其他几位兄弟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泰国看自己 龙叔显然没能做到兄弟的情分 龙叔知道这件事自己做得不对 奈何当时社团因叶秋不来 受到敌对围攻 当时情况太过纷乱 他实在抽不开身 如今叶秋回来 龙叔表示自己愿意让我 只要能让社团再回巅峰 他做小弟也心甘 叶秋听后甚为感动 但他不想再涉及黑帮 现在只想做一个好人 龙叔知道叶秋不会撒谎 他意识到自己和对方 已经不在一条路上 两人只能别过 小船怕风浪 大船难转弯 叶秋啊 你保重 你也都保重 大哥 龙叔放过了叶秋 但帮那另一人可不这么想 他便是社团新建红人德伦 此人凭借号用斗狠迅速上位 只要对手不服气 他就拿刀伺候 这个模样颇有点叶秋 十几年前的风范 德伦时常听到帮内约老提及叶秋 他以为是个狠角色 没想到对方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 看着电视上故作姿态的叶秋 德伦心中非常不爽 回到香港不帮自家社团 反而切了从善去做好人 德伦觉得叶秋玷了他们江湖中人 为了报复对方 他制作一个土炸弹 并用叶秋的名义送给信哥 随着炸弹爆炸 事件升级 此时的叶秋再开慈善会 记者问他炸弹事件是否是他所谓 冒充我的名义 送了个炸弹去警守 我想对嫁祸的人说 如果是针对我的话直接来找我 不要伤你胡顾 我代表叶秋先生宣布 叶先生决定你个人名义 玄红一千万气拿真凶 自己出花红抓自己 那肯定抓不到了 这次事件虽还没露出真相 但叶秋的名声却因此降低 很多商家和他断绝合作 而有些老板则趁火打劫 恶意抬高自己的项目资金 想要敲诈叶秋公司一笔 智林虽现在是律师 但他以前也出来混过 愤怒地他拿出老板家人的照片 称自己知道老板亲人住址 智林意思很明显 他是在威胁这位老板 后者见状只好放弃之前的想法 之后 叶秋知道了这事 他将那位老板提出的资金 全部给了对方 智林不解 明明是对方敲诈我们 我只是用黑帮的手段维护利益 这又有何不可能 叶秋不管这些 现在的他不是蛊惑仔 他说什么也不允许智林 用以前黑帮的手段办事 智林听后指着咖啡说道 这东西不管加多少白糖和牛奶 他也始终是一杯咖啡 为什么叶秋你要骗自己呢 叶秋结果咖啡将其到底 他表示 我可以通通再来 你不行 你是不是不行 如果你不行 我们还是兄弟 但不是搭档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七百万 智林没有回话 其实两兄弟都没有错 错的只是处事的方式 你们觉得呢 像我 要想找到叶秋 他之前被叶秋派去调查 从泰国带回来的手表来历 经过调查发现 这块手表来套不小 竟是澳门富商郭老板母亲的夫妻表 四十年前 郭老板的父亲去柬埔寨做生意 结果一切不复反消失在了当地 郭老板母亲对此耿耿于怀 并手挂至今 由此可见 郭母对丈夫的想念 叶秋让大壮去柬埔寨一趟 丁要找出郭母丈夫一过 让其落叶归根 大壮来到柬埔寨查到一乱藏狼 郭老的遗体很有可能再次 他花大价钱让人捞出所有尸体 再做DNA筛查 郭老遗体终于被找到 叶秋将遗体和手表送还给郭母 老人见到丈夫一过 不禁潸然泪下 郭老板为感谢叶秋 问且有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 叶秋做这件事 只是为了替人还愿 他本没有想过回报 如今刚好自己资金短缺 他又不顾做推辞 便请郭老板与他合作 拉到郭老板的赞助 叶秋的资金链得以重新连接 在和郭老板来到澳门谈事期间 叶秋发现对方是做赌场生意 这与他的想法背驰 毕竟赌博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多人都因他家破人亡 想到这 叶秋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再回饭店的电梯里 叶秋遇到一位盲女 后者因眼睛看不到 屡次被客户拒绝 走出电梯 盲女叫住了叶秋 她问对方需要按摩吗 叶秋想了一下答应了盲女 按摩期间两人聊起了听 盲女问叶秋来澳门市来做事的吗 叶秋回到市的 但她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盲女的话让叶秋豁然开朗 她联系国老板达成了合作 而盲女的善良也让叶秋心度 她只要有时间都会来澳门与其聊天 回到香港 叶秋得知消息 之前炸弹事件真凶被信格抓到 此人竟是叶秋曾经社团小弟德伦 德伦是龙叔最欣赏的小弟 更有传言称德伦是龙叔私生子 看在龙叔的面上 叶秋不顾兄弟们的反对 决定帮德伦一榜 芝林只好依着叶秋 她利用自己金牌律师的手段 很快将德伦保释出狱 警长性格不解 当初是你们出一千万赏金抓凶手 现在我帮你们抓到了 你们有想方设法救凶手 真是一群神经病 芝林没有回话 她指挥道德伦是无辜的 这么一来 叶秋算是救了德伦一次 但令她想不到的是 德伦入后反而会恩将仇报 将叶秋等人逼入绝境 因为时长的缘故 来哥和以往一样 将电影分成上下两部来讲 希望大家谅解 在下一步中 以先想做好人的叶秋 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挑战 面对这些阻隔 她会因此黑化 还是继续自己的理念做个善人 如果换作是你 你又会如何抉择 最后容雷哥再提一句 你觉得在如今这个世界 当一个纯正的好人 和当一个纯正的坏人 哪个要困难一点呢 欢迎发在评论区与我讨论讨论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 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